一早排了常常人籠 周末到学校打疫苗 北市四所国小 预计施打三千多人 其中有六成儿童 都是要施打莫德纳第二剂 小小孩的疫苗进度更是加快脚步 食药署通过六个月到五岁的 孩童可以打莫德纳疫苗 施打两剂 需要间隔二十八天 劑量零点二五毫升 抗原素是成人的四分之一 采低浓度包装 优儿莫德纳立平七月施打 接连陆续到位的儿童疫苗 就盼降低重症风险 患孩子的健康成长 大爱新闻 王一婷 英豪 台北报道